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进行开发了 我们在进行开发的时候的话 首先咱们先去做哪呢 我们先去开发的话 咱们就去拿这个 消息绘画的这样一种应用场景当中 来提取例 我们先把它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在后面再去写一个微信网页授权 也就是说是关于公众号内网文页当中 获取用户资料的 这样另外一个场景 咱们一个一个来 先来看消息绘画 那消息绘画当中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呢得在这里面去接收一下 从微信服务器转发的用户的消息 转发给我们 转发给我们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做开发之后呢 才去把相当的回复的文本内容呢 反复回去 要做的是这样一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既然我们要做的是这样一点 也就意味着说 这时候我们的服务器 对于微信服务器而言 实际上是处于叫做 叫做服务器的地方吧 怎么去理解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开发者服务器 这个开发者服务器指的就是 待会咱们要去写程序 专门跑咱们程序的那台服务器了 在这台服务器当中跑的程序 它实际上是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 它在这里面实际上扮演的是一种 被动的服务器的角色 微信服务器对于我们的开发者服务器而言 就相当于说我们仅仅就拿这两方面 拿它这个微信服务器对于我们而言 它相当于扮演的是一个客户端的角色 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 微信服务器会把消息转发给我们 这是关键这样一点吧 对吧 转发给我们 那在这个转发过程当中 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通讯呢 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使用http的协议来进行通讯的 使用的是http的协议 使用http的协议来进行通讯的意思 也就意味着说 好了 微信服务器收到了客户端 给他传送过来的一个消息之后 然后呢 那微信服务器就会向一个网址 去发送http的请求 那这个网址是谁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咱们的开发者 服务器当中定义出来的 那么一个网址了 这是我们需要定义出来的 那这个网址的话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它定出来的一个网址 叫做什么东西呢 就比如说咱们叫做协线 然后呢 比如说就叫做vchat 这是待会儿 我们会在后端服务器当中 所去实现出来的一个试图 试图一旦实现出来之后 是不是就有网址了 这个网址网站一放 好了 那紧接下来 只要是微信服务器收到了扣端的消息 那它通风的会把这个消息呢 向谁呢 向我进行转发 而且在进行微信沟通的时候呢 就说明了 我们给它去提供的这个 提供的这个网址呢 只有一个 它无论收到什么样的消息 无论是用户向它发送了普通的文本啊 还是图片啊 还是语音啊 或者说是用户去点击了某个相对应的按钮啊 等等这些行为呢 微信服务器都是向一个你开发者服务器当中指明的固定的那么一个网址去发送消息 而且使用的是ATP的方式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服务器当中必须得架设一个网站的后端吧 必须得跑出来一个后端 留出来一个网址让微信服务器进行访问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的这个服务器随随便便架设出来就可以吗 比如说我们自己按照咱们之前学的Flux程序 咱们一旦运行 一旦调试会把它运行在127.0.0.1吧 对吧 咱们会让它跑在 比如说跑在这个127.0.0.1 放到5000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那你说我把这个网址交给微信服务器 然后呢 告它之后 你收到消息往这个网址上发 那它能发得过来吗 发过来吧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今天咱们能看一下 那我不去使用它 使用咱们在这个教室里面所对应的这个局域网 192.168.17.84 比如说84 用这个东西能行吗 是不是也不行啊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这个开发者服务器的网址 为了能够让公众号去访问到 为了能够让微信服务器访问我们 也就意味着说 咱们这开发者的服务器 这段程序 必须得部署到哪 得放到公网的服务器当中吧 也就意味着说 你得放到一个 能够让微信服务器访问到你地 访问到你的那个地方上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必须放到一个公网当中 也就是说 不能放到我们在这里面的小的局域网里面 也就意味着说 你这个外开发者的服务器呢 必须拥有一个在全球范围之内 都能够别人访问到的一个固定的 IP地址里面去 然后呢 那接下来微信服务器才能访问到你吧 是不是这样一点小意思啊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 那也就意味着说 那我们接下来在开发的时候呢 咱们写完程序就会放到哪呢 就会给它放到一个公网服务器当中 那公网服务器这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要设到公网服务器了 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都没有 然后呢 咱们这里面就给大家去提供一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当中呢 实际上是一台阿里云的服务器 这里面会有一个 对应的一个公网IP 然后呢 我们去写完程序之后呢 就会 咱们就把程序给它 推到那台服务器上面来 然后推到那台服务器上面之后呢 我们专门去接收 微信服务器的消息了 这是关于这样点 大家一定要听住 我们的开发者服务器 必须得是一个公网服务器 然后呢 才能够收到消息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假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一旦把咱们刚才的公网服务器搭起来了 连网址都说好了 连网址都说好之后 那你实际上是不得把这个网址 告诉给微信呢 你告诉给他 他才能够知道 到底往哪进行给你发送吧 所以那这一点在哪呢 我们把它点进来 在哪呢 当你在如果是申请了 这样的公众号之后 在你的公众号底下 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开发 在这个开发当中 你把它点击基本配置 在基本配置当中 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就给我留出来一个结果 就叫服务器配置啊 对吧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点击 修改配置的情况下 这里面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一个UIL 你的那个网 你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个网址到底是多少 就往这里面一配置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配置完这个网址当中 底下是什么东西呢 底下这个token 是在乎我们要去说的 现在因为 现在涉及到两方了 一方是微信的服务器 另外是一方的开发者服务器 涉及到两方之间的消息通讯了 涉及到两方消息通讯的时候 那假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开发者服务器 咱们这开发者服务器 待会我们要去部署到的一个 IP地址呢 是101.200.170.171 是这样的IP地址 然后呢 假如说我们把它布出来 布出来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留出来一个WeChat 这样的网址 我把这个东西一旦留出来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涉及到双方通讯了 涉及到双方通讯的时候 那你说 这个网址一旦公布出来 除了微信能访问 别人能不能访问 也可以访问吧 就相当于你的东西 一旦被暴露出去 假如别人就真的窥探到你这个网址了 那也就是说 本来这个网址是留给微信服务器去转发的 但是呢 很有可能也有第三方的黑客 这个黑客也知道了我这样的网址 所以呢 它实际上是不是也会 向我这样里面进行攻击啊 也是很有可能的吧 那向我攻击的时候的话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得做判断了 对吧 咱们就得做判断了 判断一下 到底向我发送过来这个请求 发送过来这个消息 是微信发送过来的呢 还是通过第三方的 这样的黑客 被别人攻击 伪造的请求发送过来的 我们这里是不是得去进行判断呀 所以这里面就要知道了 那我们要进行这样判断的时候的话 怎么去判断呢 微信就给我们去提供了一种验证东西 也就是说 微信在向我们发送消息之前 会对消息当中签一个字 签一个名 签了一个名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去核对一下签名是不是他的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发现签名不是微信服务器的东西 跟他的签名不一致 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样的一个请求是黑客发送过来的 那这个签名最终我们待会再去看这样的一个 呃 那个签名信息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去讲 你现在就要知道 这个签名离不开一个token 也就是说 需要我们双方微信服务器留一个命牌 然后呢我们开发者夫妻也留一个命牌 我们两个人每人都手持一个相同令牌 然后呢微信服务器拿着那个令牌来进行签字 签字之后的话 我们的开发者夫妻也拿着相同的令牌来进行教验 只要通过就认为是微信服务器的 然后呢如果教验不通过就不是微信服务器的 那个令牌呢只会由我们双方持有 对于第三方的这个黑客肯定是没有持有的 所以呢这是关于在开发的时候 这个token 这个token指的就是令牌的意思 它的一个意思都在了 然后呢还有底下这个东西 底下这个东西incodingaesk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它在向我们发送消息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它以明文的方式发送消息 你也可以决定让微信服务器在发送之前呢 把消息进行一下加密处理 加密处理之后呢 我们开发者夫妻收到之后再进行反解密 因为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那即使微信服务器在这里面把这个信息进行了一些签字 签字之后的话 再往我们这边里面 再往我们这边发送的时候呢 实际上具体的那个消息数据还是一种明文的方式 还是使用最原始的方式 那使用最原始的方式的话 那你说了 在整个微信服务器跟开发者服务器之间进行沟通的这样一部分 是不是会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网络设备啊 很有可能被别人抓包吧 被别人把这个请求给你拦下来抓了包 你抓了包之后的话 它能看到你的消息当中 实际上就是如果是明文的话 它一马就能够解析出来 你微信服务器到底向你转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了 这也是可能会面临的一种攻击行为 所以呢 微信服务器也解决这个东西了 它解决的话就相当于你可以进行设置一下 如果你设置的时候呢 是这种安全模式或者叫兼容模式的话 那它呢就会向你去发送秘密的秘文 就相当于它会加密一下再向你发送过来 那在加密的时候呢 就离不开这样一个加密的一个密钥 进行混淆处理的那么一个东西了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三个参数的一个说明信息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三个参数的说明信息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就要去进行对接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弄一个网址 弄一个网址之后呢 往这里面来进行填充 这是关于这样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跟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已经跟大家刚才去说过公众号的类型的时候 已经说过个人号来说 而且没有认证的情况下 这里面的这个地方虽然有给我们 但是实际上它根本就不会向我们那个地方来进行发送 也都意味着说 这里面是咱们直接去操纵公众平台 是没有任何权限能够去做这样一点的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进行开发的话 怎么办呢 这一点没有关系 微信也想到了 微信会给我们一共一个测试的平台 这个测试平台哪怕你现在没有服务号 没有这样的认证的定义号也是可以直接对接的 那这个认证这个测试平台在哪呢 我们现在往下去走 在咱们的第三章当中 这里面在第三节的这个3.2底下 我们往下走3.1 3.1当中拖到最底下 拖到最底下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测试平台来进行测试 你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这个测试平台呢 只要你个人是有微信公众号 只要你个人有微信号 都不是公众号 只要你有微信号 你就可以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 用你自己的那个公众号 用你自己的那个微信号 一扫描二维码 紧接下来就登录进来了 就相当于每个人他都有一个测试号 你把它扫描进来 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在这里面进去开发了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测试平台测试号 针对于这个公众平台里面所对应的东西呢 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之前我们跟大家去说过了 公众号当中的订阅号跟服务号 在进行接口扩展的时候呢 它的高级接口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当前的公众号呢 准备是给大家 让大家看这个公众平台的时候 专门申请的是个人号 所以你看 在公众号当中的 这个接口权限的这里面 只要显示的是未获得 通通的都是你不能去做的 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然后呢 这是关键点 你只有是这个认证之后的服务号 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以获得都能够去操作了 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回过头来 再来看这个测试的这个平台当中 所对应的测试号里面 所有的这个接口能力 通通的都是让你随便去测 怎么测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关于那个微信支付了 微信支付的话测试号是不允许进行测试的 微信公众号必须你进行过服务号的认证之后 才能够进行开发 没认证之前的话 在这里面的是做不了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今天呢 待会儿每个人都是拿这个测试的这样的平台来进行测试 那我们看一下 在测试平台当中呢 他为了我们让我们进行测试 在进个接口的时候呢 我们给他去配置一下 我们的服务器的URL是谁 Token是谁 除了这样一点之外 你跟这个公众平台进行对比 你发现公众平台当中在进行 刚才咱们进行配置的时候 是不是还说了过了 他像消息的一个加密方式啊 可以加密也可以不加密 但是呢测试这个平台当中的话 他通通的关于这样一点 因为不是重新了 所以呢他就没有再给你提供这个加密的东西 只允许说我们这里会给你一个Token 平时Token你验证一下 是微信服务器发送过来的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